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李慧儿 首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下跌 户心300指数 中午收报3828点跌16点 深圳成分指数 中午收报10540点跌142点 上证综合指数 中午收报2826点跌9点 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 中午收报22878点跌422点 国企指数 中午收报9464点跌1802点 大肆成交暂时有686亿 这环节嘉宾有Samuel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 Gary 首先看大肆 今天焦点一定是港版国安法 现在都表决着 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说 美国是不应该再给予香港特殊待遇 本身市场都冲警资金回流回到美国 每晚美股都做好 但离岸人民币又走弱 美国又或者不会再给香港特殊待遇 香港又开始有社会运动 港股低开九十几点 但其实一度又上升了 不过半天都越跌越多 跌到四百多点了 国安法似乎是事在必行的 Samuel 会否见到港股下的支持位置 可以看什么位置 即使以今次的国安法 叫做事在必行 但似乎 美国方面 都真的像之前所说 之前所警告 都会有些行动出来 包括考虑对中国的官员 或者一些企业实施一系列的制裁 还有可能有凍结资产 或者现在暂时比较严重 就是取消香港特殊关税的地位 或者可能影响到其他金融中心 可能对于它的定位 现在大家 你说外面 无论可能是一些报章 或者说一些传媒社 都是叫做害怕 未来下一次的金融的风暴 会有机会的镇央是在香港方面 现在香港整个股市 早段来说 都叫做一些升幅 但是要留意一下 托着的是什么股份 暂时你说早段的时候 升的是一些内银 或者你说内险股 主要都是一些叫做 可能中资的股份比较多 还有一些叫做 可能跟这个 来近量会的政策 比较有少少关系的 一些叫做水泥股 有机会可能炒一些 基建的板块 就变成了你说 可能整体暂时叫做 没有跌得那么深 但是去到你说早段的时候 开始完了无奈 其实都已经是叫做 慢慢逐步地掉头 领跌的都是一些 之前叫做 股值比较高一点的 方望股份块 例如说一些 医疗科技 或者说一些 芯片股 半导体 这类型 开始叫做 跌幅加深了 整体来说 加上 你说人民币方面 都是叫做 可能穿了 之前 你说已经叫做 支持那些水平 你说现在差不多 最差的时候 今天去到 7.19 你说离岸人民币来说 所以整体来说 气氛上 或者走势上 都会叫做 比较差一点 今天早段的时候 都未能够 升回之前的 横行区间的底部 2.45 这个水平 今天最高 2.35 这个水平 今天最高 其实都是2.35 1点 这个水平 点完之后 都要叫做 就开始调头向下 所以 向下看的话 没有什么平均线去支持 我会觉得 如果刚才提到的 那些因素 包括中美的关系 会继续变差 再加上 香港受制住 可能特殊 一些金融地位 再加上 一些社会事件的影响 整体来说 那个影响性 有机会 比 3月底的时候 整个 疫情的影响 是会更加之大 所以 向下看的话 有机会 真的叫做 保埋3月24日 做那个上升离口 有机会 你说最低的水平 去到 2万2 才叫做 有机会 可能有些支持 要留意 你说 雙方方面的 关系的进展 去到哪 除了你说香港之外 华为的 孟晚舟 似乎都叫做 官司的定案 都还有一些叫做 糾纏 在那 现在的变数 比较多些的时候 真的不是建议 真的不是太建议 大家要持有太多的好仓 大家就留在2万2 这个位置 刚才Samuel也提到 一些医疗的科技股 都要跌 其实看到 阿里健康 其实昨天收市 就出了一个业绩 看到它的业绩 就是年度收入 按年大升了近九成 但是 营运开始偏重 令到年度业务 尚未能够扭规为盈 期内 就虧了六百多万元 人民币 去年同期 就虧了九成 不派息 管理层就说到 财政年度期内 向武企阿里巴巴 收购其全支付属公司 阿里JK 表明了阿里巴巴 将阿里健康 作为大健康领域的 旗舰平台决心 未来收入可能 预料都会加强 其实见到 它的业绩之后 今早是高开的 最多是升2.4% 不过很快就跌回了 半天都要跌7.8% 某些跌幅都不小 Samuel是否大家 对这份业绩都不收货 其实业绩上 又不是算是有太大的问题 基本上 你会见到可能 亏损方面 都算是有一个收责 整体来说 你可能刚才Kiwi也提到 未来可能在阿里方面 都算是拿到不少 电商平台那些 医疗药品的业务 出来做 所以整体来说 跟之前过往那几个月的看法 其实大家对前景的改变 就不太同 唯一可能要斟酌的 就是他们现在 整体的毛利率方面 都算是有轻微 有个下跌在这里 毛利率去到23.3% 上年是26.1% 同时间 可能其他费用方面的费用率 都是叫做 没有太大的改善在这里 所以 现阶段这个股值 不算是特别便宜之下 刚才也提到 之前可能整体整个板块 例如科目 例如科技 或科技医疗 这类型的股份 都算是被沽下来 现阶段 你看到 无论是2020年的股值 或者直接看2021年的PE 其实仍然是去到几百倍 所以如果 真的要等到它实现 一个比较合理一点的盈利水平 那PE回到40多倍左右的时间 有机会要等到2022年才实现到 但是你说现在市底比较弱的情况之下 投资者会不会有耐性 和你等两年呢 可能短时间之内 都需要叫做出现 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 就好像你说 近期比较强一点的新经济股 或者说一些物管股 都是叫做 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因素影响之下 就开始叫做回调 所以 业绩方面 虽然我不觉得有太大的负面因素在 反而你说可能收入方面 都是叫做 有一个高双位数的增长 我觉得算是对版的 纯粹你说可能股值上的问题 过往的时间 都算是叫做 买得比较高一点 那现在开始 慢慢计较低一点 那我都觉得合理的 现阶段 向下望的话 有机会你说可能今天 看看叫不站不站稳 五十天线 即刚好是十六个半这个水平 那看看会不会叫做 可能站稳一点 过往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是 RSI游到八十一路沽下来 那现在去到埃根 四十这个位置 那未算是叫做过度超迈的 但基本上 就尚且看一下 你说可能这个位置 埃根上年 刚好上个月 你说三月份的时候 顶位都是类似这个 十六个三这个水平 可以叫做看看 这些位置 能否看到支持 否则来说 可能有机会 做了一个 小的头肩顶 都不奇怪 所以这个位置 算是一个颈线 大家可以叫做 拿来参考一下 沽下来的原因 就未必是因为那份业绩 我纯粹是说 那个股值上 调造比较高一点 还有一样东西 可以提一下就是 那些药股 都算是叫做 沽得比较厉害 原因是 内地开始有少少的消息 传出了 就是说大量采购这个计划 有机会是叫做 继续延伸下去 但实际的详情 还未公布出来 纯粹是有 一些叫小道消息 传出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 这一样东西 最新 阿里健康 半天就在报16.66 大家就留意16.3 这些支持位 也谢谢Samuel 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 以上提告分 有没有持有的 谢谢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待会有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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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